据洛杉矶时报9月12日报道 这笔捐款是这家总部位于杜奥尔特·瓦特的癌症治疗中心收到的最大一笔捐款 这笔捐款将用于建立城市家族综合肿瘤学中心 该中心的使命是将综合护理融入经常接受化疗、放疗和其他传统癌症治疗的患者所接受的服务中 同时也将开拓新的循政综合疗法并培训新一代肿瘤学家 以便在其他机构提供这些疗法 74岁的蒋佩奇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正在考虑如何引进东方医学并将其与西方医学结合起来 这样我们就能做到两全其美 这需要大量的研究、教育和培训 这是这对夫妇的熊猫慈善家庭基金会 Panda Charitable Family Foundation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捐款 城市夫妇此前已向希望之城捐赠了500多万美元 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自然疗法的研究 其中包括黄金素 这是一种在传统中药根中发现的化合物 有望抑制多种癌症 还有鲜白菌正在进行二期临床试验 以确定他们是否能延缓前列腺癌 这笔捐款源于城市夫妇与希望之城副主任医师 爱德华、金·Edward Kim博士和理查德、李·Richard Lee医生的讨论 李博士18个月前受聘负责希望之城的综合肿瘤学项目 李说这笔捐赠将使该中心能够对任何数量的植物提取物 进行严格的临床试验 他说我认为天然产品是药物的重要来源 我们不仅可以开发药物来帮助治疗癌症 还可以在整个过程中为患者提供支持 但它必须是有证据的 希望之城引用的一项研究显示 约40%的癌症患者使用按摩、针灸、冥想和草药补充剂等综合疗法 但并不是所有的癌症中心都提供综合治疗 综合治疗也没有成为常规治疗的一部分 几十年来 希望之城不断扩大其杜尔特院区 去年开始在尔湾提供门诊服 并将于2025年在那里开设一家新医院 该公司去年还完成了对美国癌症治疗中心 Cancer Treatment Centers of America的收购 使其业务遍及全美 希望之城首席执行长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说 在扩建之前 这家癌症医院每年治疗约9万名患者 并进行约1000项临床试验 今年 他预计病人数量将远远超过20万 40年前 城市夫妇在格兰黛尔、Glandale 开了他们的第一家熊猫快餐 如今该连锁店拥有2300多家分店 销售额约为30亿美元 福布斯估计 这对夫妇的净资产为31亿美元 城市夫妇已经通过熊猫慈善家庭基金会 捐出2.11亿美元 城家第一次接触希望之城 是在40年前 当时城正昌的父亲正在接受肺癌治疗 自2007年以来 该医院一直受益于熊猫慈善 76岁的城正昌说 他希望最新的捐赠能使综合医疗向前迈进一大步 他认为综合医疗一直缺乏认可 他说 这项努力将有助于将现有的东方医学 中药 针灸和其他各种治疗方法正规化 我认为 希望之城确实让人们相信那里的一切